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微信行销案例分享5 讲的是打折方面有关的 首先我们来讲 第一个就是一家很有名的知名的旅馆 然后他就用话题行销 也就是说世界末日 然后来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 然后就挑出他各地的旅馆 那一元抢头箱 看谁的速度最快 那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一元去抢头条新闻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当你在住旅馆的时候 他给你一些特惠 只要你少聊二维码的话 他就送你个大餐 或者说他让你的入住时间 延长到下午三点半 像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新闻方面的 就是给你爱的人一个惊喜 做爱做的事 那你知道这种东西 应该就是大概都是一些旅馆 他不断就是用一个话题 去吸引人家来入住 可能用一个优惠 用一个生日的方式 用一种打折的方式把你吸引进来 然后第四个部分讲的就是一些地方性的新闻 就是新闻大角式爆料 就这人人来爆料 看谁爆的料最大 透过这个方式来吸引 所谓的智慧型手机用户的注意 然后第五的部分 我们讲的就是微信路况 因为路上在跑车子很多 各地方的路况怎么样 那就所谓的微信的路况 甚至你可以跟当地的 就是说正在那个地方了解前方的路况 他会跟你讲 然后最后面一个我们讲的就是微信编故事 最常讲的就是微信的爱情故事 也就是说你透过微信的去认识一个你很心意的人 可能你用陌生人的方式去查找这个人 又或者说你去剪漂流瓶 那到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种类似的情况 都有很多人在应用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